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FotoShot其实也可以进行批量化的输出 以及批量化的调整 如果你也想要了解 如何使用FotoShot进行这种批量化调整的话 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吧 哈喽欢迎来到修正的时间是我是Jimmy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使用FotoShot进行批量化的输出 以及批量化的调整 那我们就进入到FotoShot当中 看一下要如何来进行操作吧 首先呢我们要来教大家的是 如何在FotoShot当中进行批量化的输出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在FotoShot当中 我已经打开了三个档案 那这三个档案呢 假设我都已经编辑完成想要进行输出了 那以前我们的步骤 可能就是在这个档案开起来之后呢 然后进入到上方的档案 然后选择另存新档啊 储存副本或者是用转存 来把这个档案进行输出 然后输出完这张照片之后 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档案 然后重复刚刚的步骤 去进行输出 把这个档案输出出来 那如果你有十张照片 你这个步骤就要重复十次 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非常的麻烦 所以如果想要进行批量化的调整 或是批量化输出的话 就会选择到Lightroom当中进行处理 但有些照片又没有办法在Lightroom当中进行细部的调整 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使用FotoShot当中的批量输出的功能了 那这边我就来示范一次该如何进行批量输出 我们一样选择到档案当中 然后选择到下方的指令码里面的影像处理器 在影像处理器当中呢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选择我们要输出的档案 那在这边呢你可以勾选使用开启的影像 就是我目前FotoShot当中已经开启的影像 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三张照片 我想要把它进行输出嘛 在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把这些照片输出到哪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把它储存在相同的位置 或者是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新的资料夹 把它储存到那个资料夹 我们就可以选择档案加 把它储存到这个新的位置 好第三个步骤我们要选择输出的格式 这边有三种格式可以来做选择 第一个格式是JPEG 第二个格式是PSD 第三个格式是TIFF檔 那这边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做选择 这边我选择另存为JPEG檔 然后品质的话你可以选择1到12 1是最小12是最大 那这边我选择最高的品质12 再来第三个你可以把你的色彩描述档转换成SRGB 我这边会建议把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 这样子你不管在每个装置 不同的装置或者是浏览器 看到你的照片颜色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这边我会建议把这个选项给它勾选起来 在右边这里你可以重新的去调整你影像的尺寸 如果你想要调整的话你就把这个选项勾选起来 然后在下方这边去调整你影像的像素把它输入上去 就可以重新的去调整这个影像的尺寸了 那这边我就不做重新的调整 所以把这个选项给取消掉 那第四个步骤偏好设定 如果你的照片都是已经编辑过 已经编辑完成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执行这个动作 那如果你的照片都还没有编辑过 想要执行动作的话 可以把这个选项勾选起来 那待会我会示范一下 如何去做这个执行动作的这个步骤 那下方的这个包含ICT描述档 你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我们点击执行 这样子这些照片呢 就会输出到我们刚刚设定的 这一个资料夹当中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输出完成的状况 好 这个资料夹就是我刚刚设定它要输出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就创建了一个JPEG的资料夹 然后呢 这三张照片就一次的 帮我们批量的输出到这个资料夹当中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速跟方便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Foloshot当中这个批量化输出的功能 好那这边跟大家分享完批量化输出的功能之后 再跟大家介绍Foloshot当中批量化调整的功能 那刚刚有讲到它要执行一个动作档 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先给它建立一个动作档 那如何建立动作档呢 之前我出过一集详细的教学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连结去做观看 那这边我就快速简单的来建立一个动作档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我想要对这些照片增加上浮水印 那如何建立动作档呢 我们可以进入到动作的选项当中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动作的图示的话 可以到上方的视窗 然后把动作的选项勾选起来 这样子这个图示的选项呢 就会跑出来了 那在下方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选择建立动作 然后我们把它的动作名称稍微调整一下 把它改成浮水印 然后组合的话 我就把它放在修学眼实验室的精选动作里面 下方如果你想要设定一些功能键 或者是颜色的话 都可以在这边来做调整 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点击记录 这样子呢 Photoshop就会开始记录你待会要操作的动作了 那接下来我就要对这张照片来增加浮水印 我们到下方的调整里面 选择图样 然后呢 我们把它选择到我之前建立的一个浮水印上 然后选择一下它的角度以及说放的大小 大概像这个样子 调整完成之后我们就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把这个浮水印的不透明度 稍微调整一下把它降低一点点 才不会干扰到我们整个画面了 好我们大概调整到20%左右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如果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停止 这样子我们的浮水印动作档就建立完成了 好那我们只要建立一次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其他照片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刚刚的方式来进行批量化的调整 那这边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我们选择到档案当中 然后一样选择到指令码里面的影像处理器 在影像处理器当中这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选择我们想要调整的影像 你可以选择我们在Photoshop当中已经开启好的影像 或者是你不需要在Photoshop当中开启 你只要把它丢在同一个资料夹当中 像是呢我们可以选择下方的选取档案夹 然后把我们想要处理的照片 通通丢到同一个资料夹当中 像是我想要批量处理这三张照片的话 我就把这三张照片先把它丢到同一个资料夹 然后选取这个资料夹我们把它点击打开 然后第二个步骤我们选择我们要输出的位置 那在这边我就选择把它输出到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打开 第三个步骤我们要选择的是档案输出的格式 那刚刚有交过 我们要把它另存为JPEG 品质选择12 描述档转换成SRGB 如果你想要调整尺寸的话 可以在后方这边来做调整 那第四个步骤就跟刚刚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呢 要把执行动作的选项勾选起来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储存的 修选择实验室精选动作档当中的浮水印 这一个选项 把它勾选起来之后呢 待会他在输出之前 就会先执行这个动作档了 好最后一样把ICC描述档也勾选起来 点击上方的执行 让Photoshop稍微运作一下 他就会把这三张照片 都给他执行浮水印的动作档 这样子这三张照片呢 就会增加上浮水印 并且输出到你刚刚选择的输出位置喔 好那他处理完成之后 他并不会在Photoshop当中开启这些影像 如果你处理了100张照片 他总不可能在Photoshop当中 这100张照片都帮你开启 所以他在处理完成之后 就会帮你做关闭 然后输出到你刚刚想要储存的位置上面 像是我刚刚想要把它储存到 这个批量处理输出的 这个资料夹当中的JPEG这个资料夹 然后呢前面这三张是我们刚刚呢 直接输出的照片 那后面这三张呢 就是我们增加上浮水印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第一张增加上了浮水印 第二张也增加上了浮水印 好像有点不太明显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张 第三张也增加上了浮水印 那他不只可以增加上浮水印 我们选择一下到指令码里面的影像处理器当中 在执行动作这边呢 你其实可以选择其他的动作 像是呢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一个眼泪效果啊 太阳光等等 只要你先设定好你的动作 就可以在这边来做执行 好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 修修演实验室的精选动作档的话 可以加入我频道的会员 就可以获得这个修修演实验室的精选动作档 当中的这些动作咯 好那以上呢就是Foloshot当中批量化输出 以及批量化调整的一个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啦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教学咯 这也是修修演实验室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